女孩才13岁 就当了商业间谍 阿玲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还细心地教授女孩料理知识 可是女孩学到滑嫩鸡蛋跟方法后 就悄悄地告诉了贺乌的对手灯笼楼 当阿玲知道灯笼楼 推出菜品和他们一样时 阿玲就感觉疑惑 很快贺乌的生意就冷淡了 因为灯笼楼偷了秘方后 将便宜的侠人 换成了高贵的暴雨 而且价格抬高了两倍 阿玲觉得自己的贺乌 能在价格方面取胜 失去的客人一定会回来 但是在店里的客人给他泼了冷水 因为江湖的人们最看重面 虽然贺乌料理物没价延 但他们宁愿花高一倍的价格去灯笼楼 也不愿意来贺乌酱低身 晚上小松原来到贺乌 叫阿玲端来一碗鸡蛋羹 小松原尝过后 感觉味道要比灯笼楼要好 因为虽然灯笼楼偷了秘法 却模仿不了鸡蛋羹的精华 而阿玲对自己鸡蛋羹味倒是很自信 但对于江湖人耗面子问题 他却解决不了 同时也为客人问